这一张叫做多执行序 那它是 基本上在我们的 这些课程里面 这一张应该算是最 进阶的一个章节 那多执行序 它需要 考虑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 那它也是比较 需要了解最多概念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上个礼拜 有提到一件事情 一个电脑里面 它可以有 很多个程序 对不对 程序的意思是 程序的英文是process 在一个电脑里面会有很多个process 那 每一个process 它可以有很多个执行序 执行序的英文叫做thread 所以 我们开了一台电脑之后 那像我现在开了很多应用程式 我开了 Chrome 我开了Eclipse 还有这个 就是网页共享这个 也是一个 我开的每一个东西 它都是一个process process process是怎么产生的 原本我在电脑里面有 写了很多的程式 对不对 或者是说我们去 下载软体 安装软体 那些东西都叫做程式 对 软体就是很多 就是程式去组成的 对不对 或者你打开游戏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写的东西都叫程式 它们是存在disk里面 也就是存在硬碟里面 当它们被 当我们点了打开之后 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动作 叫做载到记忆体里面 对不对 这个过程中 它们从原本的程式变成程序 OK 那我们现在电脑里面 很多个程序在跑 那每一个程序 又有很 我们又可以开很多个 我们叫做执行序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开浏览器的话 每一个分页 都是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执行序 OK 假设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那 这边再补充一下 刚刚我讲的这个没有很精确 在我们的Chrome里面 在我们的Chrome里面 它们每一个 每一个Tab 它其实 就是在Chrome的运作员里面 它每一个 都是 自己都是一个Process 我刚刚提到的是说 比如说像之前的Firefox 它全部的应用程式 全部的Firefox 是一个 一个Process 然后呢 每个分页 是一个 3 之前 Firefox是这样子做 那Chrome的做法是 它每一个 分页 虽然说它们现在看起来 是像在同一个Tab 里面 这就在同一个页面 不同的Tab 里面 可是实际上它们在执行的时候 每一个都是一个Process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是 我任何一个 分页 假设它里面程式挂掉了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 这个是 程序 才可以这样子做 比如说我今天 我这个Chrome挂掉了 对我原本的Eclipse 不会有影响 对不对 我们可能会看到说 比如说 这个Chrome倒掉了 可是那个Eclipse还活着 这种情况下 是因为它们是不同的Process 在Chrome里面呢 它是这样子做的 它每个分页 都是一个Process 在以前呢 Firefox它是 全部是 Firefox的Browser 是一个Process 里面每一个是不同的 对 这样子会有一个缺点是 你一个 执行序倒掉了 一个执行序坏掉了 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 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Process下面 所以在早期 Firefox那时候 如果我一个分页挂掉了 我整个应用程式都会挂掉 有一个可以验证的地方是 当我们今天安装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Chrome 我们如果安装一个套件 它不需要 就是全部的分页重启 但以前Firefox需要这样子做 因为它全部都是跑一个 跑在一个同一个Process上面 所以如果我要重启的话 等于我全部分页都要重启 我重新建立一个Process 然后这个Process在起不同的 对 那Chrome它可以不用这样子做 我安装一个套件之后 我不用全部重启启动 原因是因为 它每个都是不同的Process 所以我安装完之后 那其实它每个Process 自己独立运作 我原本要做的事情 还可以自己做 就还可以继续做 不会影响 所以Process跟执行序 这两个的分别 要分解清楚 一个 我们两个Process之间 基本上是不能共享资源的 没有共同的 就是说 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我们让 Eclipse跟Chrome两个 直接可以 就是 他们可以沟通的话 可能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对不对 你可以想象 有一个人他在 就是你打开了一个网页城市 结果他可以跟你的 其他应用城市 合作 对不对 万一他今天 他在你电脑里面装了一个 病毒 对不对 你开了这个浏览器 你的那个Process就被 起起来了 这样子是不是会有安全性的顾虑 不同Process之间 基本上是不能做资源共享 OK 那 同一个Process下面的 对 不同的对 是有机会 是我们是可以让他做到 资源共享 OK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概念 那 接下来我们再进行 这个章节 我把画面开大一点 刚刚我提到的这些英文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